普丁才會天真到說 可不可以參加北約啊 欸問題是 對 什麼叫公約組織啊 你被打了 就是大家都要幫你 對嘛 對嘛 那請問還有誰會打你 蘇聯都瓦解了 華沙公約組織也瓦解了 那請問還有誰會打你啊 假想敵是誰啊 沒有假想敵 怎麼可能成立集體安全組織了 對 就是要有一個對手 他可能打我 對 所以他就不斷的在塑造這種意識嘛 美國當然就是 就是要把這個過程複製嘛 複製到來包圍中國嘛 那這個印太聯盟只是一個 開始而已啦 以後一定會連結到北約了 我跟你保證 北約他的全稱叫北大西洋對不對 公約組織嘛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介入阿富汗戰爭呢 欸對哦 你這個問題問得真好 表示什麼 對啊為什麼 表示他在改變他自己的性質嘛 他變成是攻擊性的團體 侵略性質 不然你怎麼能介入阿富汗戰爭 對啊 阿富汗 跟北大西洋 跟北大西洋有什麼關係 十萬八千里啊 是啊 所以這個就是美國為什麼不要拆散的原因嘛 我跟你講啊 因為北約 因為美國可以把歐洲國家綁在裡面嘛 嗯 那這樣整個的 國防預算一年是 一兆一千億美元 哇 就大家的綁在一起一兆億 美國那個時候大概是有六千億啊 哦 你現在加上 歐洲全部 航布朗朗加進來就一兆一千億 一兆多 中國才多少 中國不到三千億 嗯 那俄羅斯我們知道他才六百六百五十億 對不對 哦 所以美國就覺得這個好死嘛 嗯 然後你歐洲不會有雜音嘛 至少綁在裡面嘛 對 哦 因為 歐洲有幾個國家跟他也不是那麼好嘛 比如說法國德國啊 以前戴高樂都難搞啊 哦戴高樂主義就是很美 北約本來總部要設在巴黎啊 被戴高樂踢到布魯塞爾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事實上你去想一想嘛 北約怎麼可能 你看當時 俄羅斯是葉爾卿 就哥巴基督到葉爾卿啊 嗯 那一路把蘇聯給瓦解了對不對 對 那蘇聯瓦解之後 華沙公約組織當然就解散了 嗯 那葉爾卿當然就會想說 哦 華沙公約組織都解散了 你北約為什麼還要存在 對啊 當初不是 當初是 對兩個是對抗的嘛 對嘛 對嘛 你西方一個東方一個嘛 對不對 那華沙公約組織既然已經瓦解了 也沒有共產陣營了 然後東歐各國也陸續民主化了 不是嗎 蘭斯拉夫各國也開始民主化了 那請問北約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普丁才會天真到說 還有葉爾卿啊 說我們可不可以參加北約啊 問題是什麼叫公約組織啊 公約組織就是他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第五條嘛 有集體安全嘛 對 你被打了 就是大家都要幫你 對吧 對吧 那請問還有誰會打你 蘇聯都瓦解了 華沙公約組織也瓦解 也沒了 那請問還有誰會打你啊 假想敵是誰啊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我怎麼可能讓你加入呢 因為我 我如果讓你加入 我就沒有假想敵了 是啊 那我怎麼去叫這些人跟我買武器啊 是啊 不行 我怎麼叫人家還留在這個組織裡面 對 你不用講那麼遠 就世界和平了嘛 對嘛 至少歐洲和平了 就不能存在了嘛 就歐洲沒有冷戰了 對 對不對 那你如果要搞中國 那應該要另外再成立一個組織嘛 對 不會叫北約嘛 對 對不對你可以去叫什麼 世界大統組織嘛 之類 可是不會叫北約嘛 復仇者聯盟也可以嘛 之類的啦 不管怎樣啦 或者叫世界反共天道盟之類的 不管怎樣啦 反正就是 你不能叫北約嘛 對 所以 我覺得那個 葉爾卿跟那個普京真的是犯傻 如果回顧當時的歷史 就是沒有假想敵怎麼可能成立集體安全組織呢 對 集體安全組織就是要有一個對手嘛 他可能打我嘛 對 所以他就不斷的在塑造這種意識嘛 嗯 不然東歐國家怎麼會有危機感 對 所以烏克蘭也會被他塑造成功嘛 我跟妳講喔 芬蘭現在也要去了 為什麼普丁這樣一路看過來是看歷史的 因為烏克蘭在1991年的時候啊 要參加北約 烏克蘭的民調只有28% 哦 91年的時候 1991啊 就是等戰結束了瓦解的時候 因為烏克蘭也不認為他需要加入北約啊 對啊 而且他跟俄羅斯是同一個國家出來的啊 對 他們也沒有那麼矛盾啊 他們是兄弟啊 對嘛 他只是說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我要自己民族國家獨立這樣而已嘛 對 那 你看現在民調多少 大概超過90了吧 90了 烏克蘭啊 我講烏克蘭啊 那 這個就是美國的厲害嘛 這個就是 街大使講的 人家心情布局30年 真的 就這個30年 完全改變了烏克蘭的地緣政治的意識嘛 那完全 他 烏克蘭事實上從91年之後 他政權一直在反覆啊 嗯 一下親俄派 一下親歐派嘛 不是嗎 親俄派的兩次都被政變嘛 對 對不對 他老百姓 他老百姓 他老百姓不覺得這是問題呢 親俄派一直被政變 那請問是什麼力量在政變啊 親美派 怎麼會沒有美派 當然有美國的力量嘛 這個 這個還用說嗎 當然 就他是一路被引導過來的嘛 嗯 你可以說美國非常成功啊 所以對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一次 北約的東擴如果是 建制俄羅斯是非常成功的啊 因為他成功引起了戰爭啊 是嘛 是成功的 真的是成功的 因為這個跟台灣就不太一樣 因為兩蔣時代 就敵視中國大陸 對 中國共產黨 對 那烏克蘭一開始不是這樣的 是 所以這個完全是新生的事物啊 對 就讓他覺得說你地緣不安全 在你心中種下恐懼的種子 慢慢發芽 擴散成主流嘛 對 那所有的政治精英都這樣想嘛 那 只要不是這樣想的都被鎮壓嘛 對 或者被抓去關嘛 事實上 折倫斯基也抓了很多人入監獄啊 有幾個政黨被解散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事實上 就是美國在烏克蘭整個佈局是成功的啦 那 北約的性質當然就在這個過程當中被改變嘛 就是 他就是要有一個假想敵嘛 對 那一開始就設定就是俄羅斯嘛 那為什麼他可以接入阿富汗戰爭 你連結到了吧 因為 蘇聯打阿富汗 對 所以美國介入阿富汗 北約就找到理由介入 這個假想敵又再更 你看你看 就是這樣 就是俄羅斯你看你看你看 然後他後來又介入蓄力啊 是 讓大家都更 我跟你講他已經變成是 俄羅斯在哪裡我就在哪裡 對 你這樣你懂吧 對 他已經改變了性質了 而且因為北約就在歐洲 俄羅斯在歐洲 你看他去打這些國家 那我們北約就要怎麼樣 如影隨形 完全合理 是嘛 所以你已經不是在處理歐洲的安全 你是在做 要搞垮俄羅斯的 俄羅斯 對嘛 你已經變成這種組織了 對 所以他去阿富汗你也要去阿富汗 他去敘利亞 你也要去敘利亞 這是什麼邏輯啊 當初成立的是 歐洲國家怕被變成共產主義國家 是完全是保衛的 防禦性的 自我防禦性的 對 所以應該就限制在歐洲內部嘛 是 現在不是阿 這俄羅斯到哪裡我就要去哪裡 那下一個就是中國大陸到哪裡我就要去哪裡 可是中國大陸不會就跟他打仗 他還沒有改啦 還沒有 那個世界反共大同盟還沒有成立 就逐漸要轉成這個嘛 那以後就中國到哪裡我都要去哪裡嘛 那美國當然就是 要把這個過程複製嘛 複製到來包圍中國嘛 那這個印太聯盟只是一個開始而已啦 嗯 以後一定會連結到北約了 我跟你保證 一定啊一定啊 你去想一想嘛 軍事基地都適到這邊來了 這在幹嘛 你看 我都遲到圍在中國大陸旁邊了 那請問嘛那個AUKUS裡面 英國跟美國就已經都是北約成員 是啊 對不對 所以印太 印太漸漸漸漸漸漸 他一定會想到各種題目把北約拉進來的 對啦 他要逐漸轉變嘛 可是現在是 他要去改變北約的下一個目標 對對對 那個當然前提是俄羅斯垮的時候啦 對 可是現在這個還沒成功嘛 那所以 烏克蘭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影子嘛 終於引起這個俄羅斯大矛盾了吧 所以大成功嘛 所以美國 這個戰略精英都非常高興 說終於開花結果了這樣 可是 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他的轉型就是 本來是防禦歐洲用的 現在是一路跟著俄羅斯跑啊 對 反正我就要搞垮你就是了 是 已經變成這樣的組織了吧 所以我就說這個 當然普京自己也有責任嘛 因為你跟葉利欽還有前面的哥巴契夫 都太天真了嘛 你以為共產主義只要沒有了 那歐洲就是 大家是世界大同了啦 忘了還有個美國啊 就是歐洲大同啦 他以為歐洲大同就會來了啦 美國哪裡希望你歐洲大同啊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 好